我沒想到說這個景點這麼可怕 我是強烈的不建議各位來 我就是在跟生命開玩笑 那影片開始之前呢 請先幫我開啟小鈴鐺 訂閱阿達帶你去的 YouTube 頻道 今天的影片呢 感謝 Born to be wild 服飾贊助播出喔 影片開始 我們現在第一站要去 衛水之丘 宜蘭的網美打卡景點 我們首先呢 在車站那邊租了一台機車 一個小時50元 超過六個小時呢 他就算一天一天350元 Go Oh my God 這沿途的路上竟然出現了 大濃霧啊 我不知道應該要說夢話還是詭異了 這越騎越可怕 好啦 那我們第一站來到了衛水之丘 衛水之丘這個地方呢 原來就在一個路邊耶 而且他路邊你就會看到一個 牌子他寫著 打卡熱點往那邊走 我們就往那邊走吧 而且今天的霧也太濃了吧 濃到有點離譜耶 這是怎樣 仙境是不是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通常都是霧氣耶 我的媽呀 我剛剛上來想說 這地方會不會有點陰森 而且自己一個人上來 其實越騎越可怕 因為那個霧氣太濃了 濃到我大概能見度不到5公尺吧 哇賽 但是這邊 其實現在有這個霧氣啊 感覺拍照起來會非常漂亮 我不知道手機有沒有辦法拍到這些霧氣 不過他這個霧氣其實真的是蠻美的啦 然後往這邊走呢 這些就是很多人常來這邊打卡的那個 這個算是隧道吧 這個一個長廊 然後只是他有點斜斜的感覺 然後進來之後呢 就會有那種 蜿蜒的那種感覺 非常的漂亮 那這條長廊呢 也是最多人來打卡的地方 那這個餵水之丘呢 有兩個打卡點 那目前這個地方是第一個景點 叫做櫻花橋 另外一個呢 好像是有一個屋頂 你可以坐在上面打卡 那我們待會呢 就來這邊先拍個照打個卡 哇 這個真的很漂亮耶 這一條樓梯這樣拍過去 這個曲線的感覺 也真的好美喔 剛剛去了餵水之丘的第一區 然後現在來到第二個地方 因為它兩個區域其實是有一小段距離的 騎機車大概兩分鐘的距離 第二區就是那個圓弧狀的 類似天台的地方 但是我剛剛沿路上來才發現 原來這裡是一個公墓耶 難怪這裡這麼冷 他這裡大概住了上千戶人家吧 所以來這邊還是小聲一點 不要打擾好到他們 那你上來上面之後呢 你就會慢慢看到 我要去拍照的第二個區域在那邊 有沒有看到那個圓弧的平台 那因為今天天氣的關係起霧 那你平常如果是天氣好的話 可以拍到整個 礁溪的市區 整個市區的美景都可以 看得到 今天的話呢 大概就是只能看到這一大坨的雲霧了 跟各位講一下啊 第二個這個平台啊 拍照起來確實很美 可是它這個有點危險耶 它就是要讓你直接坐在這個邊邊耶 人要坐在這個邊邊的地方 這個下去就真的是下去 然後人要從那個遙遠的 忽然那邊拍過來 才能夠拍到那個漂亮的效果耶 其實有點危險 不過這邊看出去的風景很美 我是強烈建議各位來看看風景就好了 不要從這邊拍出去 這邊拍出去真的太危險了 給各位看一下這邊雲霧繞繞風景 現在霧有一點點散掉了 可以看到那個礁溪的市區美景 我沒想到說這個景點這麼可怕 我是強烈的不建議各位來拍照 因為它有點太危險了 那些網美爬上去 我真的覺得是在跟生命開玩笑 雖然我剛剛其實也有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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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傻眼 打自己的嘴巴 剛剛就是看到那個平台 它叫為水之丘 我們往下一個景點前進吧 那我們去完為水之丘之後呢 順著山路慢慢往下移動 那這裡呢有一個步道 它叫做 從這邊去呢有一個木橋的景點 非常的天然非常的漂亮 然後走過來的時候 沿途竟然有一片高爾夫球場耶 超大的 哎呦我的媽呀各位觀眾朋友 我剛剛詢問了一下那個周遭的路人 我問他們說 去到那個漂亮的景點大概要多久 他說 啊那個地方真的很漂亮你要趕快去 但是要一個小時 我的媽呀 從剛剛那個入口走到那個小橋流水 今天要走一個小時 接下來就是漫長 而且今天又是阿德一個人 我們就慢慢的走吧 不過 好啦我加油我加油 反正要帶給各位漂亮的美景嘛 希望各位拭目以待囉 Oh my god 從剛剛那個入口走進來 走到這邊才剛到 要進去那個山林區的那個登山入口而已 所以從這邊過去不知道還要走多遠呢 那這裡有一個廁所 如果大家要入山之前 想上廁所的人 可以先在這裡上一下廁所 之後再往內走 哇 秘境果然難找啊 我們走 因為下雨的關係有湍急的瀑布 那這段路呢 越往深山走 就會看到後面這裡有一座橋 可是我發現啊 這座橋啊 讓我有一種 陰陰涼涼涼的感覺啊 因為走這座橋的時候 讓我想到紅衣小女孩 我現在越走越不安 我為什麼要一個人來 好後悔喔 沿途都有一座這樣子的木橋耶 超漂亮的 我的媽呀 而且因為這個地方實在是太潮濕了 所以它這個木板上面都有好多那種青苔喔 然後這個整座就是有一種綠液的感覺 好美好美 真的好美喔 不知道是這邊比較潮濕 還是今天真的有一點點下一點點毛毛雨的關係 所以它地上的泥泥特別多 這個步道也特別滑 所以大家來的時候要小心 然後剛剛平坦的部分走完之後 現在要開始來走樓梯了 我的天啊 秘境到底要走多遠 原來從外面走進來也不會太久 走著走著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 就來到人間仙境耶 世衛桃園這裡真的好漂亮喔 你有沒有看到我說的有橋有流水 然後就是橋流水橋流水 有人工中又帶有一點天然 天然中又帶有一點人工的感覺 就是這個地方 之前就是有攝影師在這邊拍照 今天帶各位來的這個第二個景點就是 林美食環步道 那待會呢我們去那邊拍個照吧 哇不得不說這一座橋它雖然是已經開發過的 它的台階跟那個扶手上面其實全部通通都是長滿了青苔 那種感覺就是好像荒廢了幾十年沒有人來過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天然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景點其實也是蠻漂亮的 可是切記一件事情不要再下雨過後的隔天來 因為它那個水位漲潮 有一些特定的角度很難拍攝 就算你要涉水的話好像也是有一點點危險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即將進入尾聲啦 那今天呢上山下海啊 腳皮也磨得差不多了 所以呢我們最後一站 來到了大樹下溫泉魚 那是什麼呢 就是呢讓我們腳好好放鬆 把今天呢磨掉的腳皮呢 剛好餵這些溫泉魚 讓他們吃一吃去一下腳池 是不是很完美的行程啊 礁溪的ending就落在這一點了 而且它這裡有很多間店喔 有些店家是60元 然後有些店家是50元 那這一家是50元的 請大家記好大樹下這一家是50元 就是他們這家50元 我們進去裡面泡個腳 哇這裡有好多池魚喔 然後剛老闆說 好像每一池的功效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就把腳放下去囉 好癢喔 這有點太癢了 好害羞啊 所以呢大家來到礁溪呢 那這邊記得最後一個行程呢 安排來吃腳皮 然後你早上就是上山下海 盡量能走多遠就走多遠 讓你的腳呢磨出越多的皮越好 來到這邊呢魚就幫你清乾淨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要在這個吃腳皮的過程當中 要跟各位說一聲再見啦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請記得按讚訂閱追蹤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呢 是由廠商 東的VYR服飾贊助播出的喔 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方連結點擊購買喔 那下次想要看我去哪裡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阿德帶你去 我們下次再見 我阿喜利後邊有阿德 I'm your best friend Henry Have a nice day bye bye